以前的西方贵族都以英语剪罗电器物为人 这门手艺传承太难了 反而国外把它保护得很好 罗电曾经璀璨的忠实高涉 却在近代销声匿迹 甚至我国民众只能从韩剧中看见它的身影 早在商代 劳动人民就学会将捡来的罗棒贝壳 制成薄如产衣的罗片 切割成各种图案 嵌入七七母胎内 罗片闪烁如星 而漆漆暗沉如夜 熄灯后 仅靠着窗外的月光 便能让它们 感谢观看 接下来 关注 野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让更多人邻居里的接触罗电工艺 我们也想让工作的人们 能了解这个记忆 谈许好这个记忆 关注我 让世界看见东方文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